哎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真他妈想自己当老板啊 愣着干嘛呢 动作麻利点 这么点活干这么久 真是 哼 成天戴着墨镜一顶你灵灵的影子 不就是一个破古董店老板吗 装什么冰山女总裁 等脑子发达了 让你在我身子底下叫爸爸 看什么看赶紧干 好嘞 张师傅 一会徐少爷要来古董店里 你帮我接待一下 我有事情要出去一点 好嘞没问题 赶紧擦 擦完之后你俩把这个摆进去 电影的事情先交给你俩服 笨的笨 秦芬我要是你啊 早离职了 哪受得了这种鸟气 你还待着干嘛 别挪别挪 你万一刮花了你赔啊 张哥 这瓶子实在太长 你别看瓜子了 你帮我搬一下呗 什么 我 咱们古董行有规矩 搬古董这事啊不能两个人 你万一要给翠了 说不清 哎 行 慢慢刻 小心别歇着 你还一样怪性上了 你一样啊 哎呦 你咱们瞎呀 你为什么搬我 少咱们血口喷人 自己不小心还怪我 吸了这么好的花瓶 那会儿徐少爷过来 我看你怎么办 怎么办 随少爷 我的花瓶到了吗 我可是要送给一 赶紧拿出来 随少爷 那花瓶的 嗯 是我那花瓶 我不是故意的 刚才不知道谁办了 我一下我就摔倒了 你知道这个你对我 我竟然有屁用啊 啊 你 你去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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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嚎什么呀 要知道花瓶 把你也弄碎了 你嚎 我呀 哎 我 我确认你话 哎打得好 这种人就应该打死 我的花瓶在你家里多 你说怎么办吧 学长 这花瓶是他打碎的 不是跟我们店没关系啊 什么意思 他是你店里的员工 而且我的花瓶是在你店里 我告诉你了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买的 现在听我 我的店子拆了 哎 哎 别别别 徐少 这 我把它开除了 他已经读中我们店里的员工了 有什么 这个神经 你要开除我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 不开除你 留着过年啊 这花瓶是你咋回的 你也想穿上我们店 你也想穿上我们店 完了开除就完事了啊 我 你还敢躲啊 徐少爷 得饶人出且饶人了 我饶你吗 我告诉你 天黑之前 我要收不到一百万 这个店就别开了 徐少爷 徐少爷 我吃起来 你 你开除了 我已经给你一份工作 还滚 你让店里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你还想继续工作 我告诉你 你不光要滚 这个花瓶钱 你赔 滚 你 这要有更差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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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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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怎么不穿衣服 你才没穿衣服 你活发到什么了 臭流氓 哎 穿着衣服呢 好了 哎 你变态把衣服穿上 你才是变态的 胡同贵 别妨碍我做生意 什么情况 人可得这么细细 难道是因为那个花瓶觉醒了我们的神眼 太好了 不行 我得先去找张成君 那个王八蛋算账 你 后街南巷 现在 立刻 来 你是谁 喊我去那种地方干什么 想和我野战 不是你去 怎么发老板那去 对呀 经过这么久连我电话都没存 反正老子就开出 怕什么 你管我是谁 我就想和你野战 来呀 你好坏啊 我好喜欢 什么情况 这还是凭着你那个冰山余总裁 真没想到凭着你这么高的 人 居然还有这副面孔 说 是不是想男人了 平日里为了应付那些臭男人搞得我每天臭的 好想有个男人来安慰啊 来呀 放这张面条看看 如果好看 我考虑考虑可以小小的安慰你 来来来 再发几个更新感的给我看看 哼 想的美 不理你 真没想到 平日里的高能女老板居然有不了分面孔 太刺激了 是你跟我说这是清代古董的 我找人问了 人家说这就是个现代破碗 这个就是清代的古董 这你找到人不行 再找别人给你看看 别耽误我做生意啊 清花瓷板 现代之品 我找到这是有名的专家 人家说你这就是现代破碗 这可是花了我一年的工资 这钱 你今天必须退我 退 对不起 我无所谱 该不负责 太欺负人了 是你跟我说保证负钱的 这钱 这钱我留着娶媳妇呢 你今天必须退给我 那今天我就不走了 因为 上一边的 我告诉你 古董街的规矩就是猪的误会 你自己打眼的你来谁 再找茬 我就对你不客气 就是这种招式吃冷的 老板 这卖古董是吧 我能不能看看 哥们 随便看 我这全部都是真的 不过先说好啊 货无卖出 给不退换 兄弟 你还是别买了 这老板 心最黑了 我就上了他的道 这老板出了名的黑 我看你这么年轻 应该也没什么经验 算了吧 对啊 别浪费钱了 放心吧 没问题 我就要 这个 哥们 这个好啊 这个小叶子坛的盒子 是明朝留下来的老物件 不过 价格不贵 一口价 两万 老板 就别装了 你这东西啊 骗得了别人 可骗不了我 这不过就是个 普通的木盒子 上面黑色东西 只能工作卷而已吧 这样 我给你个辛苦费 二百 这也太狠了吧 直接砍到了百分之一 不可能卖的 好 腾腰 好 啊 哟 这盒子不错 老板 我用了 陆周围 您也想买 啊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买了 你要是想要 看看别的 哼 本生也看上了东西 还没有买不到的 开个家吧 两千行不行 不卖 一万 我出一万 这东西 你肯定没花几个钱 一万 你赚大了 再说了 这个玩意儿 就是个假的 我只是看中了 它的造型 你绝对不吃亏 还是不卖 不过 你要真喜欢的话 我给你看个价 三十万 你疯了 就这个玩意儿 三十万 你当我是傻子吗 什么家玩意儿 这是正品的金丝南木盒 我卖你三十万 你还赚了 哎 小伙子 你是当我真不识货呀 啊 就这个玩意儿 他痛体发黑 怎么着也不是金丝南木 哎 你骗人之前 先动动脑子行不行 我先算 我什么 喂 老公 我来抽手 哎呀 莫会长 你来了 哎呀 哎呀 你是 这不是莫会长 他建某协会的付费者呢 公司也是资深的建某大师 据说无论什么东西 在他身边里 看一眼就能看出真钱 这个人来头这么大 莫会长 你能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光临啊 这是庞壁成灰啊 哎呀 莫会长 你请 过两天啊 老义那家伙要举办宴会 说要选拔合作伙伴 我呀 提前过来瞅瞅 看看 能有什么漏可以捡 大师 你随便看 这不 刚卖卖一个盒子 陆少爷和这个哥们都看上了 这哥们说 是什么男男男 什么男 价子三十万 大师 你再看看 小伙子 让我瞅瞅 什么 别给我看坏了啊 哈哈 不会 放心吧 这个基斯楠木的盒子 还真是个宝卫 莫大师 你不会看错了吧 这就是个发了没的流氓盒子 怎么可能是基斯楠木呀 你再看看 好 我呀 让你好好瞅瞅 哎呀 这人男的呀 我就说是真的吧 你还不信 我说三十万 我说四十万 哎 我说我说 再给我 你给你 是我的 那 那我不卖了 什么不卖 你刚刚才说钱货两千 我现在给了你不卖了 那我钱可以给你 这回的金色楠木 绝品呢 这是五十万 你当我傻呀 你爽的 我爽的怎么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你我 你你你你什么 你来来 把他给我滚走 是 住手 嘿嘿嘿嘿 你 莫大师 你是不是想要这张盒子 想要我低价 是吧 吴董界的规矩 财货两千 你既然已经卖给了人家 就不能反悔 我给你 你没听懂是吧 那 那我租钱都行了吧 我租六十万 你还请这位哥们 你也跟我 呃 陆大爷 你还照项吗 哼 我不要 哈哈哈 老子现在有了神业 以后就能靠这个发大牌了 哈哈哈 怎么不理我了 没生气吗 我给你看照片 我这 这也太刺激了 谁让你发这种照片了 我要看没穿衣服的 你是不识字吗 我 那个 我真的不能发 每天见面给你看好不好 你不要不理我吗 好 你明天有时间吗 明天 明天人家有事 不行 我要去一趟古玩街 你可以去那找我啊 好啊 但你又觉得 正性感美衣 好的 妈妈 没想到里头这个浪皮的这么丧 看来你那海里去当多少钱 我去 果然穿着蕾丝泪衣 秦芬 你他妈怎么在这啊 怎么是你 我陪着咱们老板过来看看宝贝 对了 现在不能说是咱老板了 你已经不是我们店里的伙计了 哈哈哈 找死 秦芬 你怎么在这 我 我没事 我来看看古董 看能不能剪个漏 哈哈 你还想剪个漏 你的眼睛跟瞎了有什么区别啊 你分得清楚盐跟糖吗 你还剪个漏 真是笑死个人了 无聊 大师 哎呦 哎呦 大师 你可算来了 我等你半天了 大师 哪来的大师 那我是大师 啊 说什么 昨天你走之后啊 那莫大师跟我说了 知道合资秘密的人啊 全国不超过十个 你肯定是个大师 这义大师啊 过来天就要来了 我这礼物呢 还没挑好呢 想着你啊 帮我看看啊 这个义大师是谁 怎么之前徐志森要送大品 你也要送大品 你不知道 这义大师啊 可是全国最专业的健保大师 在国界啊 那可是相当专业的 呃 他知道咱们这儿啊 有个古城 想来这儿啊 开个店铺 所有人都想跟他合作 等等 是说他是大师 那可不 哎呀 秦大师 你帮我看看 好处啊 自然受不了啊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诚心 那我就帮你看看 哎 好嘞 请来上名大 就这幅 就这幅 行我要了 老板多少钱 既然陆少爷想要 给您便宜点 八十万 怎么样 干贵 啊 我爸没关系 既然秦大师看的没问题 我要了 刷卡 陆少 你就这么信任这个小子呀 我看他就是胡说八道 他前两天 刚被我们老板开除 看这幅画 就一文不值 狗眼看人低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去找个大师过来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要是假的 怎么办 假的 假的我就自己买了 秦大师 不可能回答你 既然都不信的话 那我请莫大师过来 好好教训教训 这个一天高低后的小子 其他事 你不介意吧 我看那个 没问题 咱们来了 我来 这幅画是假的 啊 老板 你说这幅画是假的 这幅画看上去很像是真的 其实呢 是几幅 幅画拼接而成 没骗过很多不懂行的人 尤其是一知半觉的人 还以为啊 自己假的漏了呢 嘿嘿 我扫 你也骗我 把钱包还回来 这幅画绝对是真的 我现在给你证明 证明个屁呀 啊 莫大师都说了 这话是假的 你看看这些莫大师啊 我告诉你啊 八十万 一斤钱都不能使 该少了 把你推大字吧 哎路上 这小子就是纯心耍你 他哪有那么多钱啊 你要他一条腿啊 算便宜他了 相信我 这绝对是真的 你还在嘴硬 啊 把你推大字多点多少 空快点 把钱还给我 没这么多钱 那你有多少 我只有 我能卖锅子的六 这幅画真是宝贝 你不要的话 我用六十万买了 疯了 你要用六十万买副假画 算我认导门 你干嘛导人啊 小的 这一发着 就花二十万 以后啊 别出来装个什么大 真是老费 哈哈哈哈 秦峰你是真傻呀 你怎么准得跟头猪一样 拿六十万买这幅画 你倒是不如眼瞎了 这样啊 你还能少亏点钱 行了 秦峰 看在你现在这么可怜的份上 要不你就回胡董店上班吧 不过工资呢 我只能给你以前的一半 干不干 老老板 你疯了 还让他回来 前几天 刚说咱赔了一百万啊 还没炒得要呢 你 我的耐心有限 你要是愿意的话 就在一达师的宴会上等我 你也要去啊 你真要去啊 小伙子 这古董镜水深的 你啊 慢慢看 这里面啊 能倒多的 这幅画明明是真的 总感觉到还有一点奇怪 哎 这果然是真的 但是 你希望你就得睡多话 我回来根本就不懂 大眼了 他 嘿嘿 你才了 我让发财了 今天没有看到你 明天我们能见面吗 我会去一大师的宴会 今天有点事情去不了了 明天宴会去 记住 要穿我喜欢的那件雷丝内衣 知道吗 好的主人 太好了 我倒要看看 让那个骚蹄子 到底穿不穿那件雷丝内衣 哦 这不是那个臭小子了 上次打碎了我的宝贝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怎么在这 徐之森 是你 你也就没事啊 上次找你一百万 还真是要手 我知道你没事 我就应该多要点 你害我丢了工作 你还用脸说 告诉你 曾经书到的屈辱 我今天一定讨回来 就凭你 怎么早来 师长 您来了 怎么看着脸色不太好 没事 跟这个臭小子说话 你怎么在这 陆兄 你认识他 没错 昨天 这小子卖我一幅画 亏了我二十 想想都来起 巧了 这前几天 刚打死我一个毛 你说他是不是个骚蹄 谁碰谁倒 哼 幸亏我朋友多 要不然今天都完蛋了 说 谁带你来的 我老板 哈哈哈哈 老板 你都被开除了 哪来的老板 不会是地摊老板吧 徐少爷陆老板 二位在干什么呢 李老板来了 我们俩在说呀 不知道哪个部长眼 请他回去他活去 哈哈哈哈 就是 蠢的要死 哈哈 就是我 啊 啊 啊 盯着我看什么呢 果然穿了我喜欢的醉 说什么 说什么呢 是不是傻了 啊 老板 你怎么才 我都等你半天了 嗯 李老板 不是我说你 这小子他就是个藏医星 是不是钱多的没地儿花了 据我所知啊 他这两天赔了一百多万 你要是把他请回去 你这个店啊 都得陪进一去楼 说的不错 这小子呀 肯定会拜光李老板所有家庭 哎 李老板 如果你放心 到时候啊 你可以去我家里找我呀 我家的床 那是有大有数字 把你的灯手拿开 你敢打我 臭小子 是你调戏我老板在先 该打 臭小子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易大师的宴会 来人呢 把他给我丢出去 把他给我打死了 住手 这次宴会是公平净 易大师看上谁就跟谁合作 我看谁敢动情分 李老板 你说他是来公平净争的 带什么宝贝来了 我是他老板 自然有我带 那就是没带 今天我们在县里面 每个人都有去的 那个小破店员 什么都没有就不进 就算是易大师 我今天 我要好好收拾什么 不好意思 我今天又整理了 你也有东西要送 没事 穷小子能有什么忙 该不会把你爷爷的尿壶给拿过来了 哈哈哈哈 丢不然的东西 该不会是用拿个假货来装逼的吧 看好了 这什么东西啊 保护了这么严谨 这看起来 像是一幅画 画 会是昨天的画吗 没错 就是 哎呀 我当是什么呢 原来是昨天那个厌品 一幅7086听见而成的东西 你还真把他当成保护啊 秦凤怎么带个厌品来 赶收起别丢了些 老板 小静 你绝对是真的 这是有人不识货而已 你敢说我不识货啊 这个东西 可是莫大 亲自验证 不可能 哦 那 你是想凭这副厌品 你讲乱真献给一堂 你小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啊 李老板 拿厌品献给一堂 什么后果不用我多说吧 秦凤 说起 老板 好 既然你们都说是厌品 那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行啊 哎 你说我该说你蠢啊 秦凯啊 既然你想玩 那咱们就陪他玩玩 许少爷 你说呢 行了 没问题 我乐意奉陪 今天 要是一大事 看起来没东西 并且把合作资本交给你们 我们两个人 就一直给你一百万 不够 还得加上一句 情分爸爸 是我眼瞎 你可羞辱我们啊 你们不是很自信吗 许少 你放心 对这个事情 我有十足的把握 毕竟莫大师亲自解药 好了 我们答应了 那你呢 输了怎么办 呃 我要是输了吧 我就自买双目 那就坐马 情分分了吗 好 就这么说定 我看你什么样 情分 看你是真疯了 你哪来的自信能那么多啊 原来 如果我赢了他们 你可以给我什么钱 哼 你要是能赢 你说怎么样 我就怎么 你可以吗 就可以说 叶达世来了 叶达世 走 你先不动 今日 我连名不虚传 都是古董界同人给的虚 叶达世 我这儿啊 有一块玉佩 还请你笑纳 龙行玉佩 鸣 原来是明代的 你这块玉 是明代的龙行玉佩 从材质和气形来看 都属上篇 大师 你喜欢 都说君子如玉 我当然喜欢 既然大师喜欢 那就献给你了 大师 听说 你要来我们这边开铺子 独家合作 不晓 你的礼物献过了 还有 李大师 这是我的礼物 听笑纳 这不是 这不是我那个合作 怎么在他手上 什么合作 甚至你昨天从集市上买的 后来又卖回这套 他怎么又买回来的 李大师 你喜欢吗 这是一个金丝楠木的盒 这种器物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大师 这个盒子 有那么珍贵吗 从密度手感 还有它透出来的 那一丝药箱内行 我可以断定 这是极品金丝楠木里边的商品 这样的器物 在市面上 已经几乎绝种了 该死 当初花钱买下来就好了 让许志森建了个楼 这个比较起刚才那个玉佩来说 我更喜欢这样东西 因为毕竟这样的材质 已经非少洗手了 看来都是有费而来的 幸好 我早有准 葵兽班之 吉他 老板 那这个是黎大师吧 这是假的 胡说什么呢 我昨天用科学一期测过了 这是一件真正的古董 没什么 它确实是古 但是是精彩的 不是真大 别再胡说八道 我得赶紧去献给你了事 不然一股名额美了 毕大师 原来你这么喜欢这个盒子 您这独家合作的事情 不如给我们许讲 您放心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做梦 毕大师 这是我给您带的 是 怎么样 魁兽班之 这可是国宝级的东西啊 您说 这个班之是国宝 这魁兽班之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 保存完好到今后 那必定是国 可你这样的东西 不是真 它是一件 亲戴的防御 你说什么 这件东西 做得非常真 但是从它的文饰 跟沁色上来看 它一定是一件文饰 只可惜 从沙漠工艺上来看 它是一件 清早期工匠 所防制的东西 小姑娘 你就打算拿一个 仿制品搜索 老板 这次算是栽了 李老板 不是说国宝了 怎么还是个防品 你这不 纯纯打易大师的脸吗 没错 李老板 您这就是故意 在收入易大师 故意给易大师难堪 你们两个少在 这山风电火 易大师 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没关系 在古董界打野 是非非正名的事情 不用介意 哎呀 看来看去 还就是这个金丝楠木的盒子 最终我的一位 小徐啊 咱们可以谈谈合作 哎 董界家 这人实验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你有什么事情 大师 我也有礼物要送你 秦芬 放什么狗屁 你老板已经羞辱过大师一次 你还想再羞辱一次吗 看你不想活了 秦芬你干什么 别丢人现眼 赶紧回来 大师 我的礼物 绝对会让你满意 那我还真想看一看 你的宝贝 请过目 大师啊 这画呀 就不用看了 昨天莫大师 已经检验过了 是个厌品 如果是莫先生看过的 那应该八九分历史 小伙子 你这幅画的确有问题 它看起来画空精湛 古色古香 这种东西外行人很容易答应 大师 您再仔细看看 看个屁看 你不会连易大师都知你了 莫大师都说了 他是拼接而成 今天你又来 哎 你是不是故意来找这儿了 秦芬 赶紧把画收起来 别丢人 大师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的员工 布总师 希望您不要紧 哈哈哈哈 姐夫 不是要自玩双目吗 来来来 拿刀来 哎 什么大师啊 我看也不过如此 年轻人 你说这个话是什么 我是说 大师也有走眼 这幅画的前提 你没看出来 你和其他人一样 只认其表 不知情 测词 我跟易大师说话呢 哼 好小子 我看你这个火腻了 连大师都给这个 来人呢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吗 这就是大师的狗派吗 不允许别人说实话 赵红 你说这个画里边另有前提 可是你得证明这个前提 我如果给你证明 你能保证跟我老板合作吗 只要你能证明这幅画是真提 我当然考虑 放开我 我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喝水 情分你疯了吗 你不是到画最怕水吗 大师 你再看看 是这么看 大师怎么了 这画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这小子像啥子一样把水泼到画上 肯定这举动吓坏了易大师 易大师 你别着急 我这就把他干出去 等等 这画绝对是真的 就是无道次的观画图 无道次的话 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不过 为什么藏在一顶宴之下 怎么样 在座的各位 谁的宝贝能跟我一较高下 可能啊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浴水画型的画 一定是钱贝这个小子用障碍法来梦你的 这绝对是真的 而我对人有一种手法 就是把一幅真迹藏在另一幅画的下面 就是为了掩盖真相 护真迹 而这幅画 用的是十川已久的诺画纸 这种是玉碎这画 实在实在 易大师 这幅画我都送给你 你笑了 你说什么 你要把这幅画送给我 你可知道 这幅画 价值不费 如果能跟您合作 能把这价值连强超过的这幅画 哈哈哈哈 好 小货子不错 反正我有神业 什么坏长 不如说的是水人情 我现在宣布 我在东海唯一的合作对情 就是 老师 太好了 你啊 你还不 不要忘了答应我的事 想的吗 原来这话是真的 还要狗威死 该死 你再一直在去哪儿啊 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你说你胡说什么呢 我能忘了什么事啊 看来你是忘了 那我就提醒一下你 就在刚才我们打了一个赌 现在你输了 是不是应该履行洛言了 就是一百万啊 脑子不唱在这儿去 等等 招什么急 啊 清白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 真是看透眼了 来 这一百万你拿着 咱们就当江国朋友吧 哈哈 还有 这么多人 像我算了吧 当然 不可 男子弯道道 说话落地砸坑 是不是 许上 秦芬 要不算了 他们呢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正记得给杀一打 反正前景到手 算了 算了 你是不知道 他们当初是怎么欲赏我的 尤其是这个许致死 害我差点吓你 你走 必须要抱 想让我叫你抱 什么 老子拨劲又能怎么 我怎么速度这么快了 难道也是省眼的作用 你要干什么 叫 叫 叫 去吧 是我的眼神 是我眼神 去了吧 是我眼神 是我眼神呀 滚 去吧 你完了 你都死了你 死定人也 我告诉你 年轻人 有没有兴趣 跟我翻步老人 我有个人 像你见人 什么人 这个人很厉害 就连我 都得尊他一生老师 连一代是您都要尊穷为老师 莫不是 是 骆自流 骆老先生 正是 让我就见见 哦 喝几点 是是我的老板 走吧 老师 骆老师 小易啊 怎么了 前面的事忙完了 顾得上打理我这个老婆 老师啊 今天我是发现了一个天才啊 我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这小子是一眼看出了多年 你说啊 他厉害不厉害 哦 认识了你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听你这么夸奖人的 你小伙子在哪啊 秦芬 大师好 大师好 不错 小伙子长得很标致嘛 小易啊 是什么东西让你看走的呀 就是这幅画 这幅画表面 是一个拼接 实际上下面是一幅真迹 对不对啊 但是厉害 大师 大师 尽归是大师 我没有看出来 可这小子一眼看出来了 你说 他是不是很有天赋 不错 小伙子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眼 有没有兴趣做老夫的官门弟子啊 老师 你已经多少年不受徒弟了 今天 这是怎么了 因为老夫觉得此子天资聪慧 卑鄙 必会成为全国数一数二建法 大师 老师秀为深厚 考虑的也确实长远 不是还有一场古识大会 小子 可不愿意随老夫一起去 掌掌骗士 年轻人 还不赶紧拜师 有神也还拜个屁的事 有这事件 还不如逗逗漂亮女老板 抱歉 大师 拜师这件事 请我拒绝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老夫倒想知道你为什么拒绝 要知道老夫能带给你的好处 可不止这一点吧 天珠手串 大胸 大师 我平时里还要帮忙照看铺子 所以暂时没有拜师的打算 对啊大师 您这个树子 您这个树子是从哪 这个手串 是我花很长时间从一个人手里求来 怎么 嗯 干净 大小 您要是再带着听 唯恐有生命危险 说什么 罗大师 有意收你为徒 你不领情也就罢了 你怎么还可以用这些话 来拯救大师 真的 金大师 你说我这串手串 这是在质疑老夫的眼光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东西它不安全 你赶紧把它丢了 准分 我好心好意收你为徒 你不愿意倒也罢了 还 就 小一 我命令你终止和他的一切合作 大师已经说了 我跟你所有的合作 此为止 你可以走了 好 爱信不信 谁稀罕 我在最后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感觉身体不舒服 一定要把那东西砸碎 可以对你 老夫不用你 我就是在大街上 也不劳你费心 秦泽 你是不是疯了 洛大师要收你为徒 你不同意 你居然还侮辱我大师 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 我们到手的合作没了 我就知道 秦泽就是狗肉上不了正习 老板 咱们这合作也没了 心愿是大大的受损 你别再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家店也有我的份 我们刚进了这么一大批货呀 卖不出去的话就全砸手里了 你找这么一出 谁还来买呀 我看你就不故意 老板 消消气 我 我这里还有两百万 你要不 请下去 两百万 那这批货 最少要一千万 有了 我有办法了 应该只有这个办法了 明天去拍卖行看看 要是能捡个漏 这一千万应该快就能结局 气死我了 今天我们那个鱼虫的店员 让我到手的鸭子飞了 真是个灾心 我去 他也敢在背后说我坏我 看我怎么收拾的 是不是分不清大小王了 怎么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求您原谅了 让信没有 必须接受车 现在立刻马上发一张性感的证通表 冒雪 这实在是真好啊 有败 没有问题 哈哈哈哈 是怎么办 好了 以后在我这 不许说别人的坏 再有相思 绝不轻饶 是 真的吗 这样反差的美女老板 谁不爱呢 就算是为了你的身材 我也不能让你的店不倒闭 张总 你忙去 乡肉 请问您上来参加判卖会了吗 对呀 乡肉 请问您有没有进行财产动机啊 还要做财产动机 是的先生 我们这儿是高端拍卖会必须要进行资产认证 哦 我当什么事呢 两百万够不够 两百万 对不起 我们这儿 一千万 什么 我们这儿是会标准啊 是一千万 您要是低于这个数啊 还要去旁边的杂货市场看看 啊 哈哈哈哈 你啊 大哥 我虽然没那么多钱 但是我可以帮你们鉴定古董 你就让我进去 帮我们健保 我们这儿有的是健保大师 就凭你啊 赶紧走赶紧走 别在这儿当我客人了啊 你 好 走就走 我就不信就你们一家 哎 这不是勤奋吗 是你 真是原家路窄啊 听说你被易大师扫地出门 还取消了合作 哈哈 熟得鸭子都能飞了 你看男的还真是个人才 关你屁事 你怎么在这儿 你问我 这是我的地盘 你不知道 啊 原来这就是你家 难怪这么会 现在就走 哎 别走啊 既然来了 我就好好招待招待你 这样吧 你不用念字 直接进去 你让我进去 没错 我呀 实在是想知道 你这个穷小子能拍什么东西 别误会 我太好奇了 既然你让我进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吧 找几个人 无论他一会儿拍什么 都给我把价格抬上去 明白吗 明白 昨天在大腾广众之下当中羞辱 今天我要让你倾家荡传 各位 我们的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 我们接下来的拍卖品 是一件何田玉手镯 几拍价五十万 有没有感兴趣 何田玉手镯 明 原来是明代的何田玉手镯啊 价值只是三百万 一百万 有没有高一百万的 一百五十万 有没有高一百五十万的 难道他也看出的就是国土吗 两百万 三百万 这位先生 三百万 有没有高于三百万的 怎么会 老婆 怎么这样抬价 我心想买不出去了 啊 东西都是我 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继续 居然是他搞得贵 恭喜这位先生 以三百万的价格 拿到了何田玉手镯 好了 算就是了 待会儿有你好看 这是一个来自明朝的 龙文青花碗 起拍价二十万 龙文青花碗 现代房品 居然是个假货 有了 五十万 太好了 上钩了 这小子没看出来 一百万 这位先生开价一百万 有没有能跟上的 一百五十万 老婆 他这出到一百五十万了 差不多了 什么差不多 就我所知他有两百万 今天我要让他把钱全都给我吐出来 一百八十万 这位先生再次出价一百八十万 有没有能跟上的呀 老婆 他这怎么跟了呀 我怎么去 他总共就有两百了 可能是害怕了 等一会他肯定会出 恭喜这位先生 拿下我们明朝的龙文青花碗 老婆 这手子玩我 少爷 说得起 只要他想要东西 他一定会出手 到时候 怎么才搞呢 看了这么久呢 还没有合适的 再这么下去 这一千万可就凑不齐了呀 这是一串现代的宝石项链 几拍价十万 宝宝项链 现代 原来是现代制品 是几 几品蓝宝石 什么 居然藏着一颗几品蓝宝石 这价格至少超过千万 五十万 少爷 怎么还跟了 跟着屁 老子才不会上 小伙子 你是真有钱呀 这么一个东西 你要出五十万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东西不值那么多钱呀 就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上面的宝石呢 也是一般般 最多最多只十万块 没关系 我喜欢 唉 真是人少钱多 不不冒红光 难道是胃部出现的病别 算了 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还是别说 恭喜这位先生 拿下我们五十万的宝石项链 今天的拍卖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 哈哈哈哈 你还真是蠢的要死 花五十万买这么一套破箱链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不是也买了个崽子龙碗吗 无所谓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 不非就是左手左右手吧 而你就不 穷逼一个 哈哈哈哈 花这五十万 心疼死了吧 唉 可怜的小伙子 眼力太差了 谁说我亏了 这串项链 价值上千万 一千万 这就是一个破项链 还想疯了 原来你是真磨头 行 那我就让你开开眼 看好了 啊 这些 真是几片蓝宝石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象蓝老子不卖 我 怎么 这么大的拍卖会 你还想说赖不成 走过来怎么样了 啊 今天不把象蓝还给我了 老子让你走不出去 来人呢 把象蓝给我抢过来 怎么 为了一颗蓝宝石 你连这么多年的信誉都不要了 今天你让我死之惨中 昨天你还羞辱 怎么把你的石打出来 算你昨天拉得干净 给我上 等等 拍卖会一锤定功 宝贝金安归买主 你现在养而无数 是不是太没得性了 算了 你信不信 老子连你一块收拾了 我是东海市股玩协会的会者 专门负责股玩的交易和流通 哈哈 你就是副会长是吧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哈哈 实情实情 副会长 我跟他闹上玩呢 您别当真啊 吸软怕硬的东西 别办 走吧 徐少爷 这是你第二次在我面前丢人了 下次放聪明点 别再这么蠢了 哎 小伙子 小伙子 等一下 副会长 刚才忘了谢谢你了 今天要不是你 我可能就麻烦了 哈哈 小伙子 你的眼力是真不错 哎 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合作 合作 对 过来现在有个赌诗大会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 这是我的名片 我会是 骆自流提到的那个赌诗大会吧 好 对了 副会长 我刚刚注意到 您的胃好像有点问题 有时间 去医院看看 哦 谢谢 我走了 未有毛病 打了一天的电话 就是不接呀 请问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一天到晚都不接人 不知道现在店里来吗 这这种人啊 他肯定是去找新工作去了 他这种人 就是建立一旧上 有困难就让 春春小人一个 张承俊 少放屏 老板 我是给店里解决资金问题 你能解决什么资金问题啊 那车这一千万 把你卖了都不值 什么牛啊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解决了 看好了 这可是极品的蓝宝石 价值至少上千万 哼 这要是真的极品蓝宝石 我我跟你姓 这真是极品蓝宝石 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就不用你管了 反正你现在把它卖了 就能马上解决店里的资金问题 太好了 你刚好有人想要极品蓝宝石 不过 你为什么要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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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另有所图吧 小撒提子还搁着装 老板 宝石我可以给你 但是 我想要电影的一部分部分 你想入股 没错 我想入股 没问题 我得赶紧告诉客户 喂曾少 您要的极品蓝宝石有了 太好了 行 我晚上去拿 好 他说他晚上过来 曾少爷 这跟我真没关系 这 什么事 请请 呦 李老板 您可回来了 曾少爷 咱们下午不是说好 您这是闹那一出 是是说好了 说好了晚上我来拿宝石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怎么到了晚上 变成假的了 假货 不可能 给我看 怎么样 没冤枉你了 你们胆子可真大呀 连我的东西都不要 真是不想混了 什么事 宝石呢 谁以为我不懂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要是拿不出真的 我就不这砸个稀巴烂 谁来都不好使 曾少爷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样吧 我先把押金可以 你看我差钱吗 我要的是宝石 宝石 这你是有点不讲道理的 你说我不讲道理 来啊 把这儿给我砸了 慢点 我知道宝石在 在哪 就是他 他把宝石藏了 监视自盗 请问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监视我自盗 你有什么证据 你把宝石藏到的店里 别人就知道 我可是一清二楚 千万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了老板 我早就跟你说过 张军敬这个人靠 宝石就是固域摸个 你还不信 这么废话 我不管是谁做的 我只要我的宝石 赶紧交出来 曾少爷 我看你找不到宝石 你该怎么办 宝石正在 这 拿出来 张承继 还有什么话说 你就算找到这宝石 也不能证明是我偷的呀 哎 万一是你藏的呢 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你想死个明白是不是 真的 你那狗眼看看 那就行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场 提前装了摄像头 你还有什么话说 卑鄙小人 我给你拼了 你也来跟我动手 张承继 我真没想到你会坚守自盗 太让我失望了 你别开除了 我 好 你们给我等着 拿了我的东西就成 一千二 三 哎真早 不累 再走 你们两个听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走 走 曾少爷 保识给你 这件事情是我 就这 没点表示 孙少 您这是什么意思 李老板 我知道你最近缺钱 不过你大可不必这样 只要你 陪陪我 那下 请自助 小子 干什么找死 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古董店 如果你金虫上了 我建议去路边的鸡窝看看 如果你再敢动手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小子啊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今天我得好 教训教训 你想干什么 我不是嘴硬吗 我就拿刀把你的舌头一片一片的搁下来看你还硬 上 秦枫快走 秦枫 问我什么事 秦枫 你怎么回事 孙少爷 看来你把我的话当作 附会长 我还邪乎的会长 怎么会来我的店 附会长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 秦枫 这什么情况 孙少爷莫名其妙的想找我麻烦 不过 他带的这把手下 好像不怎么扛揍 你找秦枫的麻烦 那是赶的 副会长 我跟秦枫 吵完笑呢 我还没不是 买完宝石赶紧滚 还想留在这吃饭吗 不想再看看 我这就走 等等 副会长 他还没给钱呢 嗯 哦 这是一千万年的好 怎么嫌少啊 我的精神损失费 精神损失费 再给你一百万 你拿去治病吧 起来 哦 都再不一样 你要是不来 这个信真的肯定有 你守之劳嘛 要不是你上次提醒我去医院看看我的胃 这说不定就拖成什么大毛病了 啊 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 哎 对了 上次我跟你提的那件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啊 是说葡萄大会 没错啊 会长 您说的是一年一度的葡萄大会 东海市最大的玉石建的会 没错 秦分的眼力好啊 尤其间别宝石 真是我眼惊惊 哎 我希望他这次是五次 说不定我还能剪个漏呢 哈哈哈哈 这可是个好机会 秦哥 你就答应会长 会长 请跟我继续 为什么 我前两天得罪了一个大师 我怕去的给您添麻烦 是老义吧 没事 我跟他关系好 不用怕 还有 罗斯柳 什么 勤奋啊勤奋 我说你什么好呢 一口气得罪两个 这其中一个还是国家级的大师 这两位啊 也不是那小气的人 只要你不惹事 就没问题的 秦凤 会长既然都这么说了 你就去呗 那就去吧 哈哈哈哈 好久没给李东那个扫提子发消息了 不知道他在干嘛 在吗 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冷漠 最近事情有点多 很累 对不起哦 怎么 性生活不和谐 性生活不和谐 讨厌 人家还没有过性生活 什么时候能过来弄的 你好难受啊 是 等着 参加完赌事大会 我们找一个高级酒店 我要好好收拾 你也要去赌事大会 嗯 我能不能见见一下 没听到我说赌事大会结束吗 又不听话 主人你别生气 我听你的就是了 太爽了 也不知道 美女老板的小戏 要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老板 其实你完全不用跟我来的 这种小场合 我完全可以自己应付 得了吧 你得罪了曾斌 还不知道他要怎么报复 你好歹也是为了我来的 我怎么着都要来看看 哎老板 我发现你对我的态度 跟之前不一样 我哪有 不说 哎赶紧进去 先生你是 请出示请帖 我可是受副会长的邀请 来参加大会的 没有请帖 不能让你们进去 副会长没给你请帖吗 哼 没有啊 我老板是不是忘了 哪有什么信息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以为是谁呢 这不是勤奋吗 原来是徐少爷 感谢你给我的项链 让我卖了一千万 现在我已经是店里的股东了 区区一千万算什么 我还不放他 倒是你 欠似被蓝色门口跟狗一样 丢不丢人 丢人 那也总比你在光天花日之下 叫我爸爸强吧 说什么 你他妈有种 再说一遍 我说你徐之生 是我儿子 哎 琴芬 不是说好了低调点吗 臭小子 你非要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他妈就不姓徐 你以为我不怕你吗 嗯 啥鸡眼用牛头 你旁边这位美女老板冒兵吗 你走了 我找十个八个大喊轮了他 你说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宝安 宝安呢 快把车人放下来 你要再也闹事 我们就要把你轰走了 没看到是穿山挑衅的吗 我只看到你动手了 再也不放下 我就不客气了 请坐 你还是先买 放吧 孙斌你干什么 宝安 他们打人你不管啊 你让他管 整个会场都是我的人 你们胆子还真大 居然敢自投挪网了 有手单挑 谈你大呀 单挑 你以为你是谁啊 西部牛仔吗 孙斌 他可是副会长 你敢惹他 副会长 副会长在哪 把他叫出来啊 真以为自己盘上高枝了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孙斌 你不是很猛吗 如果可惜了 你现在来会朝你 住手 你们干什么呢 副会长 把秦奋松开 听见没有 松开 我告诉你们啊 秦奋是我的人 你们这样对他 是不是他也不给我面子了 会长 秦奋这家伙前几天 诅咒骆大师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的 今天你又把他 带到这会场里来 是不是有点 不尊重大师 你是说我没有眼色了 哎 哪敢啊 我没有诅咒骆大师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还要是不听我的 实走 隐分 乱说什么呢 副会长 如果这话传到 骆大师耳朵里边 你这 会长得地位 要不保啊 吓唬谁呢 我告诉你 我的眼睛 绝对不会看错 无论是人还是保 我只需一 便能看穿冷静 为什么牛呢 别以为你捡了几回路 你就可自称大师了 可笑 哼 你要是不信 我们大可以拿东西来验证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 好啊 今天咱们就比试比试 这小子眼光毒辣的 不知道有什么说的 是不是 放心 我早有准备 嘀咕什么呢 说吧 怎么比 比眼力 就在今天的赌试大会上 谁找到的石头价值更高 算谁赢 好吧 怎么才做 我输了给你一千万 如何 这价格不低了 不行 那你想 我知道你们增加 在东海市有名的租资 有一间珠宝店很出名 我 不知道那 什么 你知道那家珠宝店值多少钱了 千万 千万 不敢就算了 好 既然如此 如果我赢了 我要你双眼 还有你的鼓勇 请凤 还是别跟他 是啊千万 这小子看一眼是很厉害的 从小耳足摸摸 我和你 还是一个呢 不信吧 好 就这么定 你愧是赌识大会 这么多元时 请凤 我真佩服你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嘻嘻哈哈的 你可得认真点 你要输了的话 就变成残疾人了 是啊 请凤 你今天呀 太冲动了 放心吧 相信我 要是不带你来这就好了 那我出这么一个事来 不过没关系啊 今天整个会场的元时 你随便挑 我来付钱 怎么样 放心吧 我也会支持你 谢谢你们啊 让一让我们开始选了 极品中翡翠 我选好了 就这块 选了半天就选了这么个东西 这边是低价区 都是别人不要的边角料 开不出什么东西 是啊 你看这个浴室啊 表面斑膜不堪 那一看就是列别 你到那边看看 那边是高档区 开出浴室的机会大呀 你们要相信我 我敢保证 我挑的这一块 是极品当中的极品 没问题的 你是不是傻 那边那么多浴室你不挑 偏偏在这垃圾里捡 看你就是想去 就是 你就放心吧 我的老板 恭喜曾少爷开出极品翡翠 什么 哈哈哈哈 说 看到了吗 极品翡翠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这浴室轻浴透亮 确实是个极品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宝玉 怎么样 认不认输 怎么又是这小子 谁让他来的 应该是 都不要 我去把他 算 这么多人把他赶走 显得我们太过于小气 能没人的时候 搞付冬他这个会长 不要赶 好 事情这段时间 是凶美气短的话 让我 我陪你去休息 说吧 没看到曾兵开出了极品翡翠吗 你们急什么呀 我也想 哦 借一家 你这块石头 应该是低价区的烂货 你该不会自暴自弃了吧 哈哈哈哈 没有出绿 哈哈哈哈 看见了吧 没有绿 你说 你什么 继续歇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挖鸡堆里会出个极品翡翠吧 还是没有出绿 果然是个废 开了两刀都没有见绿 并没什么希望 您说的对 接着签 记住了 这次要薄签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第三刀才出绿 不绿了 出绿了 鸡品冰种翡翠 怎么这样 不可能 给我看看 可能 孟老师 孟老师 你走 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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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快 孟老师 孟老师 来人 去去去去 快 我老师进去 是 真是鸡皮冰种翡翠 怎么样 子兵 不信吗 我开的这块玉 你没个多了 你说了 太好了 哈哈哈哈 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 过来里面竟然有绝世保育 哎 看这个片 是至少价值一千万 哈哈哈哈 什么 孟老师 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珠宝店交出来吧 各位 各位 他作弊 作弊 这个 今天有这么多人看着 还有副大师作弊 你说我作弊 是不是不不起啊 孙斌 你好歹是个有风有脸的人物 怎么 想当众反赖 就不丢人 我今天还就赖了 你还把不把副会长放在你 副会长 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古董协会会长而已 给他面子 我叫他会长 不给他面子 他什么东西 说什么 增宾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连副会长都不放在眼里 我家是做珠宝 封一区分 隔着一个小小的成功 根本不算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古玩协会 正式出你的名 出名就出名 一个破烂古董协会的会员 老子还真不赞 增宾 好了小顾 也要没什么事出去一边站着 我跟秦分有点私事 你想做什么 我想弄 来人啊 增宾 你想干什么 不要胡打 我怎么你管得着吗 又不是看谁来救你啊 住手 易大使你怎么来了 这是想干什么 易大使 这小子不懂规矩 冲撞了我 正准备收拾他呢 正好 前两天 他也冒犯了 云恩做大使 送我一块收拾他 你给我闭嘴 因为他是唯一能救 洛大使的人 易大使 说什么 秦分 你赶紧跟你什么人吧 洛大使快不行了 他现在想起我了 不着急 我也此事要出 秦分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增宾吗 你今天如果答应我 去治好了洛大使 今天想让他做什么 我就让他做什么 此话当真 那我就写下 说什么 你没听见他说什么吗 赶紧照做 西大使 核桃桃增加大少爷 你让我给他擦指令 老少 即便是你父亲站在这儿 也得听洛大使 现在洛大使生命垂危 只有秦分能救你 赶紧 你想不听吧 哎 听见没有 把鞋给我穿圆镜 再把珠宝转亮电的头动给我 完了 赶紧照做 曾鞋 好 我给洛大使你 现在我等着 曾鞋 面部转上合同了 我会不害人跟你说 欢迎你又咋了 放心 今天有我在 我不敢出尔反尔的 秦分 只要你答应我 赶紧去救洛大使 我保证 今后在东海市 没有人敢不给你面子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吧 三天之内拿不到转让合同 亲自上能来去 请问 咱们赶紧走吧 洛大使等不及了 走吧大使 真是天主国有 手转砸了吗 砸碎了 洛大使缓过来一口气 可他又晕倒了 你快看看吧 叶伯伯 这位是 哦 对不对 他就是秦分 就是他 看出来洛大使 手串有问题的 洛大使晕倒这些 想让他过来看一看 秦分 你听听听听 他回报 想联系 他过来 针邦 就 你 有 链線 你 我 我 玩 是在救他 这邪气聚而不散 如果不放出来恐怕活不过今晚 无臣 什么邪气我怎么看不到 李伯伯你能看到吗 当然看不到 只有我能看到 你相信我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有多少把握 十成 那好吧 你试试吧 哇哇不可 万万不可呀 你怎么来了 易大师这小子根本就不懂医术 他要是出手 洛大师不就完了 我呀 你洛大师起来了王神医 只要王神医出手 那应该是要闹不出 你说什么 王神医来了 有人怎么样了 能行吗 来 别二学 等会看看王神医怎么揭穿你这糊弄人的把戏吧 王神医 我爷爷他到底怎么样了 他已经昏迷半天了 这次简单的风景 打一针一口 冷气 狗手八重 小子 你居然质疑我 我行医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走过眼 在我手下最好的病人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人得找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洛大师和其他人不疑 他是中了血气 不是普通的病症 哈哈哈哈 中癖 这世界上哪来的血碎啊 那你小子才是中癌了吧 小子 别在这啰嗦 等我的时间 你要负全责 听见吗 你给你闪开 我让你吃 我看看谁后悔 王神医 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赶紧跟我爷爷打针吧 小子 我懒得搭理 等我治好了洛大师 你就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有多可笑 洛大师 爷爷 你怎么样了 你吓死菲菲了 菲菲别哭了 爷爷没事 对了 是不是勤奋把我给治好 快把他叫过来 我要好好谢谢他 才不是他呢 他差点 要把你牵到万寡了呢 是王神医救好了 居然把王神医救了 谁勤奋呀 洛大师 是我呀 哦 老实的 真是你 洛大师 你这就客气 这就是小辈应该做的 小子 你看见了 邪气在哪呢 不应该呀 哇 谢谢奔着心脏去了 你还在这胡扯 李大师 这人是您找来的 还劳烦您还得给送走 千万 咱们还是走吧 你要相信我 他只是回光感兆 他现在变形更严重了 小子 看来你的医术是一跳不通 要不想我好好教教你 龙老师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没事吧 只是 爷爷 怎么会这样 不好 洛大师的生命体征 就在急剧下降 黄沈一 你快救救我爷爷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这 这 我也救不了啊 哎呀 时间不走了 该不去吃饭了 等等 你不能走 这什么 你刚刚不是赶我走吗 对不起 刚才是我鲁莽了 只要你愿意救我爷爷 我会跟你赔礼道歉的 我回边去 快 真拐 这才真的没事 爷爷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这下感觉可比刚才好多了 这刚才总觉得有那么 有那么 邪气 差点 憋死我呀 这真是神奇啊 这算什么 这病啊 早在我见他第一遍的时候 我就看得出来了 只是你们不相信而已嘛 大师 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以后 以后不干净的东西啊 别带了啊 老夫错怪你了 我现在要给你 背礼道歉 飞飞啊 你刚才是不是也对人家不礼貌 还不管背礼 是我不对 多谢你救我爷爷 哎 我可承受不起 哎 你这是干什么 多亏了你我爷爷才活过来 而我却差点害死了爷爷 我真是太蠢了 算了 你也是关心则乱 不愧 哎 你呢 服气了吗 服什么呀 这明明是是王淳一的功劳 你只是请信吧 老头 说 是你治好的吗 是啊 就是我治好的 怎么了 我猜 你这脸皮真厚你 说谁脸皮疙瘩呢 啊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邪碎 你骗到了别人骗不了我啊 年轻人说话 我出去分寸 一大事 你听我说他根本就 既然你不信 那我就 怎么 你 你不是不信吗 不是就提前你的心情 你没事吧 为什么话呀 你给我找你 你给我小子打尸过来 所以 要你给我等着 青春 你刚才有点太冲动了 年纪轻轻 得饶人处 且饶人呢 放心吧 你敢识 还不是我的对手 我就不信 他们把我怎么样 多亏了你 老夫才能保护你 这件事 要不要我帮你 解决啊 那俩不必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听劝啊 徐家可不是好惹的 是啊 你刚才还得罪了曾斌 如果他们两家联合起来对付你 那该怎么办 什么 你还得罪了曾斌 你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怎么敢 两个小小的人渣 得罪畏惧 那嘴 不用你们担心了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 那我就告辞了 小飞 大师还有何指要 对谁啊 去把我那宝贝拿过 我要好好感谢一下秦飞 这 快去吧 拉开 这是什么 武士城化的斗彩鸡钢杯 这可是夹着连城的宝贝 我老师您这是一点小玩意不诚信 以后你需要说尽管说 神话斗彩鸡钢杯 嗯 行啊 那我就勉强收下来 勉强 你知道这个价是多少钱吗 还勉强 贝贝 不要说了 行啊 今天也算没白来嘛 勤奋小友 你愿不愿意接替我的位置啊 什么意思啊 爷爷 你 我老了 我现在需要找一个 接班人 爷爷 你不会是想让他 你不会还想让我当你徒弟吧 老父今天见你参加赌食的场景 你早已经成为胆吃 我没资格做你的师傅 我只是想让你替我 参加一个特级健 特级健保大会 什么东西啊 这特级健保大会 是四年一度的盛会 全国各级大师都会齐聚东海 为的就是要见证所有人的眼力 骆老师 也就是在这个特级健保大会上 连续三年 达到了冠军 才有了今时今日一度 今年啊 我想把这个资格 让给你 那 我要是去参加 有什么好处 那好处可多了去了 在健保大会上赢得了荣誉 就等于有了地位 以后呢 谁也不敢欺负你 曾鸣他爹 就是因为获得了第二名 还有了今天的成就 那我考虑考虑 这也有机会 你还要考虑 当然了 做什么事都得考虑清楚 换紧 还约的人 我先走 既然你要考虑 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意义 随时来找我 这样 哦 欢迎 吴畔酒店 开好方等你 你好姐 车就在前面 副会长 我临时有点事 就不麻烦您送我了 您先回去吧 行 那我先过去 湖畔酒店 开好方等你 嗯 一会儿见哦 腻子 你居然敢拿着珠宝店去 你知道这次咱们增加 损失了多少吗 爸 您可是堂堂一级健保师 至于这么害怕吗 一级健保师算什么 他落自流 可是特级健保师 不过 一个月以后的健保大赛就要开始了 这次 我一定迎了他 是 过几天啊 你去一趟里面啊 我跟你家家主商量好了 想让你啊 跟他的女儿和亲 爸您说的是那个 路 对啊 不行了爸 路跟那个勤奋最近走得很近 他们两个绝对有一腿 他不会跟东西跟我在一起的 春货 父母之命走不走 只要搞父母他跌 那李璐还不得乖乖听话 你去的时候 带上咱们家的传家宝 什么 传家宝 爸 这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这次健保大赛的承办方之一 拿下他们 比什么都重要 是你吗 门门锁进来吧 是你吗 是我 我这东西都带了吗 都带了 皮鞭 手铐 这些都是我珍藏的玩具 感激错 你能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脸吗 你为什么戴着面具 我还不想让你看到我的真名 我们今晚只研究生命 到研究别的 好呀 那我们从哪一步开始呢 你先把鞋脱的 站在窗上让我看一看 我呢 还穿了一件性格的内衣 你要不要看看 好 快 你怎么停了 动了 好 我就满足你 能不能把面具择 看着怪像你的 也不会记 这 老邦 不说 谁啊 小姐 老爷叫你回家说有要紧事上的 我爹 是 你 就行 人呢 好 爸 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嘛 你还知道回来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回家看看 你还爸你爸你妈放在心里吗 我妈早就 老爷 你看露露诅咒我 不生气不生气 快给你妈道歉 让我给她道歉 做梦 我古董店明天还有事 先走 慢着 老爷 你也别生气 她毕竟一个迟早要嫁人的女孩子 守着那么大的店铺 也挺不容易的 我这次把你叫回来 有两件事 第一 那个店铺 你不用去 我准备送去你小妈 你便是我的心血 凭什么让给她呀 你小妈怀孕了 我得给他们娘打有个保障 我想来想去 还是那个店铺合适 我不同意 这由不得你 你想想 那个店铺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还没有死呢 这是由不得你做主 你妈 你太过分 先别哭 第二件事 你老大不小了 该嫁人了 我和你曾宝宝宝商量过 等有时间了 你们就把混定了吧 你说曾宾 是啊 那小伙子我见过 挺不错的 人也善良 不可能 曾宾可是出了名的顽固子弟 你让我嫁给他 你怎么想呢 我不适合你再商量 曾家是东海有名的珠宝商 还掌握着独家的珠宝进口渠道 你嫁不去 对我们那家有好处 并且 罗子刘那个老东西 身体快不行了 四年一度的健保大赛 这次 得冠军的肯定是真的嫌 爸 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你的摇钱术 还是工具人 爸 怎么跟我说话 我是你爸 你得听我的 我不 我 你想明天就跟我收拾动静 再压到这个家上班 是 你弟弟 我快出生了 你没事就回家照顾照顾我 你费气没路也大了 你弟弟以后就是家族继承文了 贱人你做梦 你说什么 说你是个贱人 你为了这个贱人打我是吗 你道歉 不可能 让我给他道歉你做梦 你怎么必要还你呢 要 老爷 我也是关心露露为他好 他 好了好了我哭了啊 他下次会是 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你放心 这个店铺 已经是你的了 老板 老板 珠宝店的转眼合同 我捞过来了 你快看 老板 你收拾东西干嘛 没事 我要搬走了 收拾收拾 搬走 搬哪去啊 您脸怎么有点重 你是不是被人打了 没事 告诉我 谁干的 我爹 你爹 他 他为什么打你啊 我说怎么不同意曾家的婚事 原来是外面有野男人了呀 你是谁 我是李璐妈 啊 这么年轻 后妈 王美丽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我的店铺怎么样了 看看你有没有偷偷拿走里面的宝贝 这里的古董都是我的 你的 你爹都把店铺给我了 这里面的古董你自然都属于 不 准确的来说 是属于你的定点 定点 气人太盛 这里的古董都留给你买棺材了 请和我们走 他没有怀孕啊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这个后妈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所谓的弟弟 根本就不存在 怎么会 你胡说 我明明就怀孕了 这可是医生诊断 你凭什么胡说八道 我看你是为了贪财 故意走走 你屁 你谁呀你 你是医生吗 我是 他是我男朋友 你说什么 他叫秦芬 是我男朋友 增加最大的古宝店知道吧 现在是他底下的财产 骆大师和易大师都称赞过他 我相信都是一名 他就是东海市健保界的佼佼者 什么 他这么厉害 回去告诉我吧 有时间 我一定会带他回趟家 告诉我 让你们都后悔 听到了吗 我是骆的男朋友 王美丽 我再问你 你到底怀没怀孕 这还能有钱 滚滚 都给我滚 不管他是谁 现在立刻把他滚出我的店铺 你确定王美丽没有怀孕吗 当然 我觉得不会看错 好 那我就用这点把他赶出我的 现在去哪 去珠宝链 这庄宵峰哥我还是挺喜欢的 两位要点什么 找你们的负责人 是你 张成继 这是冤家路窄啊 怎么几天不见 你这么老了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张师傅啊 哼 狗男女 这儿不欢迎你们 赶紧离开这儿 我现在是这家店的老板 把你们负责人找过来 你不配跟我说 老板 谁不知道这家店那是增加的 他怎么就成你的了 吹牛都不知道打个草稿 你难道不知道 这家珠宝店现在是我的呢 哟哟哟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我告诉你 这家店要是你的 我 我把我老婆送给你 这可是你说的啊 来人呢 负责人在不在 谁找我 你是店里的负责人 对啊 是我 找我什么事 把他给我开了 这凭什么 你说开就开 你是谁啊 就凭我是你们这家店的老板 难道增加人没有告诉你 这家店换老板了吗 这是说坏人啊 但也没说是谁啊 就是我 这你 这你说的跟个乞丐似的 怎么可能是我们老板 哈哈哈哈 天分 你说的顶个屁用啊 我还不了解你 就知道装屁 看 看 看 什么 张开你们的狗眼好好看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信 你拿来给我看 这真的是转让合同 现在 哈哈哈 你是勤劳吧 不是开战 这不知道勤劳吧 今天给大家公平啊 哎呀 你受罪啊 你还挺会来事的 刚才我说是 噢 对对对对对 这 张成俊 你现在可以收拾东西 滚蛋了 你们 提人太甚 张成俊 今天的一切 都是你咎由一句 你还能活着 你是坏心 我 我给你拼了 我给你 我都会弄死你 秦子 这是不是下手太狠了点 啊 啊 我说老板 这事都 无心一亮 没有 当初他就是这个 对我 我现在也让他长成这个地方 因为 好 我 哎 姐妹 今儿得筹换记住了 我肯定是要报复他 啊 妈 王美丽那个剑 把咱俩的事情告诉我爸了 正好啊 咱们一起去接穿他草莓的事 可以不是我男朋友 没关系啊 我可以吃点亏 暂时进屏 是那个老东西知不知道你在外面偷男人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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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是个莫名其妙的 他 嗯 老婆 露露回来了 快 露露回来了 我能不能扔出去 爸我回来了 伯父 爸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勤奋吗 你知道我叫你们回来是为什么啊 听说 伯父想见见我顺便考验一下未来女婿 哼 我叫你回来 是让你离开我女 什么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放我未婚妻怎么 啊 他就是你未婚妻 放肆 你真敢如此 他可是李露的小妈 抱歉啊 我看他俩 奴隶走下来很亲密的样子 还以为他俩是一对呢 你 李露 你去找这样一个男朋友 就是 第一次来还空着手 这百云是看不起我们李家 不像僧少人 还特别带了陈家宝 好 贤侠带了礼物 早就听说整个城市大部分的珠宝 都是在增加流通 实在是佩服 伯父客气了 李家不也掌握着重要的海运资源吗 我们曾家要是没有李家的扶持 生意怎么可能越挫越大呢 况且这次健保大赛的 承办方还是李伯虎 您 天之太会说话了 不就是个剑法他会吗 我若参加冠军唾手可得 吹什么牛啊 有资格吗 本来呢我不想去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来兴趣 那我就随便参加一下 再随便拿个冠军 秦芬 做人要低调 吹牛只会 爸 秦芬也带了礼物了 我的礼物拿出来 我神仙 还是先看看曾少的吧 好让我 那个眼子 我拿就我拿 李伯父 家父知道您平时最爱古董 特地让我带了 我家早年珍藏的宝贝名为青鸟尊 这 这可是百年难得演的珍宝啊 这应该很值钱吧 几千万 几千万 先知真是太客气了 你回去 给你父亲说 就说你和露露的婚事我同意了 什么 慢着 我的见面礼还没拿出来呢 你 你能有什么礼物能和曾少爷的青鸟尊相提并论 看好了 这 这是神话斗菜鸟尖 老爷子还真是有点眼力啊 这就是神话菊光飞 前几日在拍卖会上拍出了一个一摩 价值2.3亿 我这个橙色更好 大概就值个 三个亿 这怎么可能 这个绝对是假的 据我所知东海只有一个鸡钢杯带着在骆大师来 你是哪来的 没错 我也听说在骆大师说 你怎么得来的 没错 这个就是骆大师为了感谢我的舅女生送我的 我能给青鸟作证 伯父你别被的骗了 几个亿的东西怎么能说给就给 伯父 听闻你也是文完界的大人 分辨真假应该明白 是这个吗 这巨人是真的 是怎么可能 现在性的吧 伯父 我愿意把这个东西送给你 只要你答应 让我和露露在一起 我什么时候说 女巫贵重就可以去 也可能知道 有卖女孩呢 就是 我还是这样的 还要什么条件 这样吧 别说我不给你提 你和曾斌比例差 我这房间里有很多的古董 你们俩谁最先选出最贵的 我就同意 落实即交 爸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又不是奖品 我就要跟秦坤在一起 露露 你父亲可是著名的古董商人 要是他的女婿 眼力差 以后还怎么例子 警员 你可同意 我看他是不敢 肯定 我真不知道你哪儿来的勇气 前段时间才当过我的手下败将 输给我一根猪宝垫 要是你运气好 敢不敢跟我再比一场 比就比 那你们可以开始 随便 我 关注 我们 是 鱼 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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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已经有什么 好 这 那个 上的麥子 真是把我看 看我的嗎 不愧是咱們家大功 眼光就是好 秦芬 輸了 秦芬 輸了嗎 再得意 你選的根本不是最貴的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曾少爺明明選對了 就連老爺都說沒錯 難道你比老爺還了解不成 說了還做 還是不是個男人 啊啊 我的眼睛就是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放開 你把這筆給我放開 我們理解還輪不到你來殺你 秦芬 你還是先把他撒開吧 呃 男人最沒品就是輸不起 就看不清這樣的人 以後 不要來立場 你居然不願意到 什麼 伯父 不是我說不起 而是我根本沒有說 伯父 如果這個杯子是真的的話 他當然是這裡最貴 不過 他只是一載房間 你說什麼 胡扯 你憑什麼說是房間 我看你就是輸了不想認賬 秦芬 這個晚上童小姐在我們家 可能是假 你說這是房間 你有沒有證據 既然你們都不相信的話 那我的證明給你一塊 可以 祈福 你瘋了嗎 報警報警 趕快報警 這是瘋了 他一定可以瘋啊 要什麼急啊 看吧 這是 這是著名造假大師的一件做的 他會在他的每件好區 都塞上這每張紙 李伯伯 你被骗了 李伯伯 你被骗了 不行我看看这怎么可能 你敢骗我 亏我你把他当宝贝 就藏了二十年了 这具体是假的 任何人都有看错的事 除了我 行费你真理 伯父 虽然我看左眼了 但也绝对不能判他赢啊 伯父 你千万不能让这小子 跟李陆在一起啊 就是虽然秦菲眼力不错 但终归没什么事 和曾少林相比还是差一样 老爷 您就算不为我考虑 也敢让我肚子里的孩子考虑 你肚子里哪有什么孩子 是什么 伯父 我说你的妻子并没有怀病 只不过是他编造 目的 是为了求我陆陆的独肚殿 前范 你血口喷人 我怎么可能骗老爷 我可以为我说的话负责 伯父 你如果不信你了 再带他去检查一次 有没有 查一查就知道 是啊 有本事也要在检查你 我明明就怀孕 我根本不用做什么检查 还是查一下吧 老爷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我是不相信 是先验证一下 如果你真的怀孕了 那说明前范的冤枉你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和露露在一起 这事对我们李家好 曾尚 对 你回去告诉你 对 你和露露的婚事先暂停 我们怀孕这事搞清楚了 再说 是 说 前范 今天的事你给我记住 我等他不会放过你 今天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就嫁给曾冰那个混蛋 没什么 小意思 你真的要去特级健保大赛吗 有可能 莫拉师已经跟我说过了 但是 还没确定 你希望我去吗 我当然希望你去了 那 如果我赢的健保大会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和我在一起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什么 你有喜欢的人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是意外认识的 平常呢 就靠短信联系 只见过一次 他是我现在最反应的 原来是我 从那次之后 我们就没有联系 估计他现在已经讨厌我了 不会的 说什么 我说 其实吧 我 怎么了 吞吞吐吐的 有话你就直说 我 哎呀 算了 时间不早的 你先回去吧 有话也不说 还赶我走 我这不是怕太晚 怕你不安全 谁乐意跟你一起待着 哎 你干什么 这么凶干什么 人家是特地来找你的 不是说什么 其实我很喜欢你 怀孕的事就这么算了 你告诉老爷是冤枉我的 好不好 凭什么 就凭 这个 你别乱来啊 干什么 反应这么大 你不会 是个 处男吧 你别乱来 你可是李渡的后骂 我都不害怕 你害怕什么 只要你帮我把怀孕的事情买下去 我保证让你舒服 疯了 这可是在大街上 原来你在担心这个 我的车就在那边 我们可以去车上 或者去你家里也行 不行 把我当什么人了 赶快回去 你还害羞 来吧 你们在干什么 你听我给你解释 解释什么 你俩可真够恶心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爹 不是 这是误会 你别碰我 秦芬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李洛 你去告诉你吧 无凭无据的 你能拿我们怎么办啊 王美丽 我以前以为你只是贪图我们家的财产 没想到你是个彻途彻尾的贱户 你说谁是贱户 说你是贱户 我给你贴 别打了 哎呀你们别打了 哎呀我的贱户 你给我等着 我这都是你爸 哎你 别理他 你拦着我干什么 我就应该把那个贱户打死 真够恶心 老女人你都不放过 那也不老啊 你说什么 我说我跟他 真没什么 你不要这么冲动 没什么你俩在街上楼楼包包干嘛呢 哎呀没有 他想让我帮他隐瞒他讲怀孕的事 你到底身体作为暴力 我没有答应啊 我才不行 真的 有你在我怎么可能答应别人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说过了 那个人不是你 没关系 不出三天 我会让你对这句话而后悔 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当然 不仅知道 我跟他还很熟 他是谁 他没跟你乱说过什么吧 你是不是 有什么 哪有 我只是怕那个人乱说 快 快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 现在还不行 等你家的事情稳定呢 生意变好了 我再告诉你 我才不行 是不是真的 三天之后就知道了 反正 你只要记住 我不会背叛你 也不会伤害你 真的吗 当然 那好 今晚是我误会 没事 明天记得来珠宝店上班 不要迟到 好 放心吧 老先生 咱们来这里看点什么 咱们这里啊 玉石珠宝 应有尽有 你们老板站呢 把他给我交出来 老先生 您找他有什么事啊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你 我要当东西 你能做主吗 当东西 我们这是珠宝店 不是当铺 你要是当东西的话 你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 哎 你们广告上不是说 高价回收 整个余气吗 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哎 怎么了 这老先生 要当东西 老先生 您要当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 如果是好东西 我去收了 这就对了 我要不是起床用钱 你们这个小坡地方 我根本不会来 我这个宝贝 都去了好几家了 他们都给不起我要的价钱 你们要是 不给我合理和满意的价格 我也不卖给你 行大爷 可不可以给我开 哎 你看 爹 你你怎么在这儿呀 这 你管我干什么 赶紧回家去 你又在买川家宝了 这个不能卖 我想干啥都干啥 上面去 老爷子 先给我看看吧 哎 不行 我今天不同意 这个猪子 我卖定了 咋给你来结果 这到底是什么宝贝 竟然让他儿子这么阻拦 刚刚这撇了一眼 原来就是个现代制品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我怎么样 这东西对不对 不对 这就是个现代制品 你个什么 孩子 我说 您的马老项链 就是一个现代制品 值不了多少钱 如果您非要卖的话 给你做两千块 什么 两千块钱 你是不是疯了 老爷子 东西只是这个价 你卖不卖 放屁 我这个是国宝 人家给我两千万我都没卖 这只是一个现代制品 不值这么多 虽然是马老项链 但是您自己 他的橙色实在是太承 如果我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那我这家店就白开了 我这东西 至少二十多个专家看过 他们个个都是参加 健保大会的大师 知道 洛四流吗 他都说我这是真的 如果洛大师都说银子项链 真的多 那您还来找我干 你 你 你 哎哎哎 你没事吧 你看你 把我这切成什么样了 老先生 我只是实话实说 实话 我告诉你 这项链 它可不是什么 颂元明清的 这是西州的 什么叫西州 你懂吗 老先生 那既然你这个东西这么好 你何必带到我们这小店 你直接卖给洛大师他不好 你们这群人什么都不懂 还开什么店 我都替你们羞愧 老先生 此话怎讲 谁不正义 你就是不正义 小小年纪不学好 骗我这六十九岁的老人家 二十多个国宝鸡的专家 都不如你 他们都说这是国宝 你愣说是现代视频 我看 你啥都不是 那是我孤独管了呢 这东西我实在不认识 你听着 我今天 就是叫你们掌张见识 你这东西 不对 据我所知啊 这西州啊 确实有一串 玛瑙项链流传下来 但是 他在博物馆里收藏着 这不是你这一串项链啊 我跟你说啊 我无关的那个是假的 我这个才是真的 我这个是真的 我这个才是真的 跟你 老先生 老先生 你都是你 不给我弟两千万 还说像是假的 看把我店的结婚过去了 我凭什么给他两千万 这东西给两千块已经够多了 你还说 把我爹清了费啊 你们店必须负责 老板 这是运气捧砸的了 好 来人呐 快来人呐 这个珠宝店有人欺负我爹 把我爹都气死了 你们快来看看 快来看看 听到没有这家店把人气死了 刚换的老板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家店撤要完呀 赶紧赔钱了事吧 又就是赶紧赔钱了事吧 老板 这该怎么办 你这新年才开业 就遇见了这种事情 这 这怎么办呀 去找我老师帮忙 落自流 他能买 就说是我找他 哎呦好 这不是勤奋吗 这几天没见 怎么这么拉了呀 你怎么在这 路过呀 顺便到你的新店看看 你怎么活活把一个老人家给气晕过去了 真是找见 是 这些人是你找来的 你可不要胡说啊 我可不认识他们 我还就是路过 我呢 是正义之词 爹 爹你怎么样 你想想爹 被这无羊山家气氛这样 是儿子不孝 爹是儿子不孝 你不要胡说 你爹是自己昏倒 我们店有监控 随时可以看 什么监控 那都是假的 今天 你要不给我说法 我今天哪都不去了 你想要说法是吧 好 我现在就送你爹去医院 看看有没有事 你干嘛 你吃开 你别碰我爹 你爹昏倒了 难道不用去医院看看吗 我自己的爹 我自己清楚 又让你操心 许飞啊 我看你呢 还是多少赔点钱 你这新店刚开业 又发生了这么多事 多多少少赔点 是啊 人家岁就这么大也不容易 该赔点就赔点吧 人都会有老的一天 老板 在你店里出的事 你就买给钱 这个人拿着假货来我店里 卖高价 我不买就晕倒 还要让我赔钱 我就不赔 什么 不赔 不赔是吧 不赔 不赔我就报警 没错 教授 我支持你 报警 我这个店开不下去 没有报警 你钱多就该赔给老人家 两名鸡汉 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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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赔了 整个文文件就烂了 我可不能记得这种歪风邪气 我就不赔 你说什么 你竟敢说我们家马脑枪是假的 我们可是找 骆大师见证过的 骆大师一会就冷 如果骆大师说你的项目是真的 我把我的店赔给你 什么 骆大师现在根本就不在 他过几天 有一个学术交流会 现在应该在录上 你不认识谁啊 骆大师是你想教军叫来的吗 我不管 先给我赔钱 过梦 那就怪不得我了 大家都来看看 这个无梁商家欺负我爹 我爹欺负他巨不赔偿 这是什么 忘了的资本家 大家说该怎么办 我该不该拿回 吃我的东西 大家看看这店里的珠宝 有这么多的石头 竟被这个黑心商家 卖出全家的价格 大家能不能人 不能 说得对 上个月我给老婆买一条项目 应该就碎了 真是成人 我也是 之前花好几万买了一个手镯 结果一件电影四个残次品 真是亏大了 你们之前买的东西是真假的 现在这个店铺属于我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你们买的都是真货 货真价实 放屁 你们原本就一伙了就会骗人 没错就是骗人 骗人 骗人 原来大家都被骗 今天还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忍 冲进去 拿回属于自己想要的东西 喂 你去冲吧 赶紧冲 你干什么 不能进去 别听他的 进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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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陆大师 你回来了 你不是去外地了吗 老夫接到电话 说有人在秦分的租宝店闹事 没想到是你啊 我就是路过 哎 大师 你看 老爷子都被秦分 气昏了 昏倒了不送医院 躺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想赫钱 谁想赫钱啊 爸爸爹亲说这样 不该赔钱吗 那这些人 是怎么回事 他们 想打劫 你说谁想打劫 我们知道我们的损失 你们有什么损失 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多大师 他们都是这家店里的 被拼了不少钱的 是 那我怎么看着这些人 眼睛 是不是都是你们的眼睛 这怎么可能呢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原来如此 报警 立刻报警 把这帮人都抓紧 还敢抢 让他们老底坐穿 老板 你也没付到坐牢呀 这该怎么办呀 哈哈哈哈 你看吧 你们都不打自招了 我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散了 咕咕咕咕 许律三 你还有什么话 是 他们 是我的人 不过勤奔把老爷子气昏了 这是真的呀 这老爷子被勤奔气昏了 是真的呀 你不信你看他 他是 他是为什么勤奔去的 是因为一双马脏项链 这明明是正品 当初 还找您看过 而他 偏偏是假的 我爹能不成气吗 我 看过这个项链 拿给我看了 大师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真的 什么 真的 确实是马脑 明明是马脑的 黄浩飞说 这是西州的 什么西州 这 这了不起 是上州 不值钱的玩意儿而已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 当初明明找您看过的 您亲口说的 这是儒家之宝 是国宝 这不可能 你认错人了吧 是谁介绍了你找我 是他 他说的 他说这个宝贝 能卖大家钱 让我爹到时候拿人去看 回来之后 我爹就说这是个宝贝 要卖了 给我结婚用 来这家店 你是他推荐的 原来如此 这些都是你设计的 许可算 别扫大 不完是 让你 破坏的 罗大师 您听我解释 老夫不听你解释 你问钱贩吧 随之散 当初差点弄瞎我的双眼 现在又来没事找事 让你的徐家 是动海消失 你以为你是谁啊 说让我徐家消失就消失 从今天起你们徐家 任何的珠宝和古玩的交易 全部取消 是是是什么 罗大师 你可是要灭我徐家呀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群奔 群奔和救过老夫的命 你们徐家 穿得来我什么 徐智三 您徐智三 您徐智三 先安心绑闭 就是我亲你 之前缺错了 全是我的 把他拿下来 晚了 哎呀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求你 不求求你 就看徐少爷 态度也挺诚恳的 而且 徐家和曹家 也不一样 徐智三的爸 也是个好人啊 行吧 不过这件事 不能真好算 徐智三 从现在起 你们家的股份一半归我 有没有意见 一 一半 好好好 秦奔 我听说你要参加特级健保大赛是吗 是的 大师 老夫支持你 比赛规则 我会派人交给你 我先走了 哎 对了老板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啊 什么 不记得老板你说过今天李璐回来 但是这都都下午了他还没有过来 会不会出事啊 是我的忘了 要打个电话 把你电话救用一下 啊 喂谁啊 喂露露 我是秦奔 你怎么还没过来 是你啊 我家出了点事 怎么了 我昨天不是推了往每个腋下吗 然后 他流产了 大夫说都是因为我 什么 他的没有怀孕怎么可能流产 我也不知道 大夫现在就在我家呢 曾斌也在 爸可神气了 根本不可能让我出去 别着急 我马上过来 你别来了 来我爸估计更生气 要不过几天吧 我没事 别说了 我现在过来 你 一会儿 怎么了 三家人在找李洞麻烦 我现在过去的 你在这看电 你想 放心吧 哎 秦哥 等等 怎么了 你怎么还没走 你刚才说 曾斌在李家 我知道他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这个曾斌啊 和李希的老婆油人 他之前跟我们说过的 你说的就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还有照片呢 现在就在家 如果你要是需要的 我现在回去去 他一会儿送到李家来 医生说你身体虚 需要好好静养 我不想喝 不喝怎么能行呢 孩子没了就没了 身体最重要 来来来 我孩子没了都是因为他 老爷 你来给我做主了 假 你说什么 给你们道歉 不可能给他道歉 做梦 你 不不 您就别怪李洞 我想他也是无亲之举 要我说 要怪不怪 情分 都怪他 你们怀了愿 他偏说没有 最可 没想 又是这个情分 他高进露露不说 你免得已经没有关于 就是他这场臭罪 你一定用钱了 老爷 你一定不能放过他 行啊 我一定会给你做主的 你就行啊 不要动气 你回去跟你弟说 你和露露的婚事 好日子定了吧 这一剑保大会的事 你放心 谢谢 谢伯父 我父亲正在赶来的路上 一呢 是来看我看我二 二来呢 就是来商量这次丢了 我不同意 我是不会嫌疑的 除非我 哈哈 李兄 别来无恙了 曾兄好久不见了啊 看起来还是荣光款吧 哎 李兄啊客气了 来 拿上来 曾兄 这是 是一点小小的礼物 不成敬意 这个呢 是一些补品 这个啊 收的古董花瓶 这里面啊 是珠宝玉器 送给嫂子的 给我的 我看看 你不是生病了吗 怎么看到礼物就好了 李兄 我今天来呀 来谈 另爱 和我儿子的婚事 我听说 露露 她有男朋友了 别听那些 那都是谣传 你根本不是露露的男朋友 就是个普通朋友 我和秦范才不是普通朋友 把人说谎 小孩子手插嘴 曾兄啊 啊 他们两个的是婚事 我已经同意了 你看看找个好日子 把这个婚定下来吧 那太好了 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啊 定婚 经过我同意了吗 我让你来这 你怎么来了 等等 你不 想不到我几分 短短一圈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 这招臭 让伯母的孩子流了产 你真敢死 刘产 他连孩子都没有 谈什么刘产 刘产 他连孩子都没有 谈什么刘产 你还几乎说八道 李李明明是坏了 大夫都说他流了产 你可以敢乱说 哪来的大夫 让他把大夫找过来 我要跟大夫当面对质 走走 行吧 你不诅咒我的孩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是不是忘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些什么 是谁非要缠着我那是我跟他车阵啊 扣你个气 你这是骨鸭嘴 你还敢侮辱我老婆的清白 你看我打死你 父亲不要 你就是勤奋 赢了我家那间珠宝店的人 是老珠宝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无妨啊 年轻人啊 就是 说话处 你赢了我儿子 还参加健保大会 今天 你敢不敢跟我赌 让我看看有实力 有什么 听说你眼力 我们今天啊 就赌这个 我手上有一些残缺的物 你只要能够根据这些残片 判断对原物是什么 我就算你赢 秦芬 别跟他 这就是些碎片 还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说吧 赌注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输了的那间珠宝店 你要是输了 就要把他还给我们 而且 不能参加健保大会 那要是赢了呢 你要是赢了 就再送你一件 还叫你一声大失 好 就这么定了 曾小兄 这 李兄 你不必太介意 这臭小子 欺辱我们两家 实在太过可恶 今天 我必须要讨要回来 直播 你还要继续丢人了 你别太嚣张了 前范 一会儿有你哭的 这些残片 是我从一乡间农户那里收到 收到的时候 就已经四分五六 我找了很多人 都无法复原 你能看得懂 这是什么 这碎瓷片 是我们古玩界最难辨认的一种 尤其是从地里出来的 它是落大是精灵 难以辨认 你看好 知道什么急啊 马上就 龙文婷 清 龙文婷 明 快点 我们这么多人没时间陪你在这儿耗 装模作样 情犯 怎么样 能不能行 有什么困难的 我已经看好了 你给我的这些碎瓷片 不是同一个瓶子 而是两个 来自于普通的年代 你懂不懂啊 这明显就是一个 这是胡说八道 我研究古董快四十年了 这些碎瓷 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来自同一个 解费 你输了 快快快 把店铺转让活动交出来 既然你们都说 它来自同一个品质 那么我想问曾家人 为什么你长了那么多人 都拼不起 难道你没想过原因 当然是缺少了残片 并且是重要的部分 我敢向你保证 这些残片 一块不去 还多出来一块 我无诚 你们要是都不相信 我可以现在证明给你们 只需要钱 吹牛鸡 这些碎片修复最快也要几个月 你几分钟就行 你再给修复你比较少 叫你一下 睁大你们的眼睛 看好了 各位观众 清代浓文花瓶一支 什么就 这怎么可能 这简直尾所思吧 这两片是剩下的 他们是一个瓶子 却来自一部 怎么看过来的 我来自费 我还没有认真 请问你成功了 两个老头子的眼里见 还不如钱费一个人 老师 还有呢 你们新店的钥匙 是你给我 还是我去你们那拿 今天谈论的是这个事吗 你诅咒王伯母让他的孩子流了产 你以为你能走得掉 李兄 对对对 这是你们的家事 我和秦奋的事情 是小事 我们私底下来说 是啊老爷 秦方他阻止我的孩子 因为我的清白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老爸你别哭啊 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 清白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你侮辱我其次的清白 从今天起 你不许靠近李路 更活着到我们里下来 伯父 你都被人虑 还担心女儿的感情问题 你心真大 你说什么 被人虑了 我说 这位王伯 和曾斌他们偷情多次 你知不知道 秦方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放屁没有的事你别瞎说 你是狗急的跳墙 乱咬人的吧 你还在羞辱 不过我 秦方 你屡次不是我的棋子 我实在受不了了 来人 来人呐 给我往死里打 父亲哥 你们几个不是我的对手 还是神上一起 伯父 我说的都是真正 你如果不信 你消灵进 为什么要把 证据就在路上 我来了 我来了 哎 这不是徐之森吗 他怎么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不是我的好兄弟徐之森吗 怎么你也对他有意见 要不要咱们一起啊 你给我谁给 你给我远点啊 别靠我那么紧 你别让人误 说什么 我现在 是秦老板的人 我们徐家一半家车已经给了秦老板 我现在以秦老板 马首实在 我要的东西 你带过来了吗 呃 这 全是曾斌和王磊 撕你的照片 他们全都发群 你不必等一下 后说什么 拿过 伯父 这些都是王磊 和曾斌 偷停的照片 这 你 你竟敢背叛我 你竟敢背叛我 老爷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正确确凿 你这个水性热化的女人 我就不应该借你 伯父 这还有一个呢 曾斌 你还敢来王家娶我家女儿 啊 你真当我是傻子 李兄 你别着急 这一定是误会 一定是误会 误会 这些照片证据确凿 看 看你儿子做的好事吗 李兄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总要找办法解决吧 哎呀 我替我儿子 赔你钱 赔你钱 赔钱 你就是把你们这些全部赔给我 我也不会放过他 你想干什么 真是 扔平的双腿打断 伸到门外 还有他 你一块给我扔了 我儿子要 你忘了我们这么多年的父亲 是自己的 你一个是贪图我们家财产的女人 也配谈感情 伯父 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拿下他们两个 不信 你想对我儿子怎么样 你没狠狠就干什么 你我打 你走开 你别打我儿子 别打我儿子 撞开 别打我儿子 我 小老 你什么 我老二 你没事吧 这 孙少 看人到你现在这副丑陋的样子 还真过瘾 黄又欣你还真不客气 就你这种人 也配来跟我一起想想你 你落井下石 郑家主 你还欠我一间店铺呢 是给我拿过来 还是让我自己去拿呀 小子 你等着 健保大赛上 我让你歇斩歇成 我让你走 咱们走 把传言给我拖出去 快 老爷 看来这儿没有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行大老板 他不是和你一直水火不容吗 突然变成你的小弟了 什么情况啊 我今天不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改天我好好 你咱咱 启饭呢 今天的事情是我误会你了 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放心 过两天的健保大会 一定会帮你 不用不过 我只想凭自己的实力 好 如此可教你 你不仅眼力好 性格也成本 你们俩的事情 我同意了 爸 我 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会让你后悔呢 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其实 你短信那个人就是我 你说什么啊 这怎么可能啊 你之前一直和一个人发短信 还发照片 那个人就是我 不可能 我不信 首先 我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第一次是我发错了 没想到你就真回了 然后我就一时糊涂 问你要了照片 没想到你就给 哎你别说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平时里不是你 不用解释了 我都懂 那 你还会喜欢现在的我吗 我可爱 秦芬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只会对你一个男人了 那 如果我赢了健保大会 你打算 怎么奖励我 上次呢 让你给跑 我这次 我又把你牢牢拴在床上 乖蛋 杰芬 好久不见 骆大小姐 你怎么在这 爷爷呢 我爷爷他身体不太舒服 这次啊就不过来了 不过他让我告诉你 希望你全力以赴 获得最后的冠军 放心吧 我一定会加油的 我们一起进去吧 赵大师 你看那是谁过来了 秦芬 就是因为他 我的儿子现在还躺在床上了 我看他可是有备而来啊 骆大师把资格都送给了他 想必啊 他一定是有过人之处 但是 我有五个亿 五个亿 为了这次健保大赛 我拿出了全部的身家 买通了两位评委 现在除了 现在除了义大师和李希之外 主办方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是我的人 他拿什么跟我斗 啊 哈哈哈 你疯了吧 为了赢他 你拿五个亿的身家去赌 过不了这么多了 今天 李希和秦芬 都变向安全 光要赢了他 我要赢他们的命 健保大会 正式开始 这次大会居然是一大师主持 没想到一大师也来了 我旁边那两个评委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 怕什么 有我爹在 我这次的三个评委 可都是国家级的特级评委 每个比起我爷都不差 秦芬这次想赢 怕是不容易 我宣布 比赛正式开始 请选手入场 你看看怎么有一个年轻人 他能行吗 肯定不行 何德何能 上去第一轮就得完蛋 这小子是谁啊 怎么从来没见过 好像是代替老洛来 老义 你是不是认识 我认识 这小子的眼光啊 我敢保证 比咱们所有人的能力 真的 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牛皮吹的一个比一个大 全都是孤名钓鱼之徒 不知一提 那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看不出来 淘汰 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原词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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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祖孙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这小子眼光不错 但是速度太慢 只能给这个分数 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琴奋明明答对了 为什么两个人都给他六分 我知道 这是个明赖三祖孙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他明显比勤奋慢 你们为什么给什么 谁说的 我觉得他的速度就是比勤奋慢 你说是不是 没错 挣的钱不愧是老敬 眼光就是不一样 你们 简直太过分 老义 生什么气 秦奋虽然分数低 但也紧急了 你找什么急啊 就是 我们知道你和秦敦说 但是 你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糊涂 这要是让外人看见 岂不是说你有事公允 就是 你们呢 我算看出来了 这是商量好的 是被收买的 叶老师 这饭可以乱吃 但是话可不能乱说 小心我会告你诽谤的 就是 他们明明就是偏袒曾德显 两个人都给出了十分 这两个评委 明显就被收买了 还什么特级评委 这人恶心 要不我们让秦奋退赛算了 不挣门都争口气 这都最后一轮了 比赛完再说吧 对了 你爹呢 他不是承办方吗 引不出来主持公道 我今天一天也没见到他了 算了 等比赛结束再说吧 对了 金饭 没想到几个月不见 你变得这么厉害了 佩服佩服 黄大圣 别来无恙 当初幸亏是您走演的那幅画 不然我也不会有惊敬 惭惭 惭惭啊 小子 我们又见面了 我做梦啊 都想把你踩在我的脚下 为我的儿子报仇 你儿子是李希党 出卖他的人是李希党 那也是因为你 没有你在那天忧家促 教唆徐志森 我儿子怎么会被打成那样 今天你和李希 谁都别想法 那我们试试看 别以为所得多招 我现在宣布 健保大会进行到最后一期 你们需要鉴定一个真正的 而这件国宝 产地不行 作者不行 而我们几个人 也都是在一些支离破碎的古籍中 找到一些租赛 包括洛大师本人 对他也是知之甚至 所以今天 你们就来建立这一项 准确地说 这就是个惨词品 辨别很艰难 但这是对你们最终的考验 谁看出的信息多 谁就能获得 特级剑包大师的名号 这最后一轮居然这么难 看他一脸乘出在胸的样子 那要是你输 那要是你输了 我输了 我要是输了 我把整个增加都给你 所有的店铺 所有的生意 所有的股份 勤奋不要和他赌 就是要勤奋 劝鼻上刹当 怎么 怕了吗 勤奋 你们说的这些不在这次比赛的章场 你可以不退 没事 这次 就不能不可 一次赶翻他 好慌望的小子 那把小说开始了 你们可以一起观察这座座墙 判断他的财质 年份 甚至是名称 有谁讲的 越详细 谁就获胜 你们可以开始了 这尊古像 非常的古老 即使是搁着玻璃矿 都有千百年历史的气息 扑面而来 太震撼 这宝物一看就是无价之宝 他们这次下了血吧 是啊 看着这 宝金风霜的样子 肯定 起码得有上千年 来 请吧 磨合家业实相 战 明代高级房屏 什么 这个 怎么了 没事 怎么会是假的 不可能的 这么大的盛事 为什么有假货 好奇怪 老陆 你先办 恕我眼多呀 现在 现在 我就是把眼睛 泪瞎 估计也没有办法 对他进行准确的断带 这个婆相上 有非常多的历史信息 他又像是战国的 还有点像唐朝 而且啊 还有 明代的气息 这么说 你 是想放弃了 我能留线 只能到此为止 我放弃 你们二位啊 慢慢看 各位 我就告辞了 那 曾大师您来吧 我来就我来 这小东西 老夫一眼就认识 这是一尊战国时期的石佛像 虽然 有些残缺 但是 保存还是相对完整 那你可知道 这尊佛像的名称 他叫摩克家业 也叫做大家业 什么 不愧是参加过三次大赛的大师 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厉害 我看不用比了 曾大师已经赢了 可以直接颁奖了 凭什么 秦队还没说呢 是啊 秦队还能说说什么 刚才曾大师说的 已经是我们掌握的全部信息了 一包没见识 孤陋 真是丢人 你说什么 小子 你太狂妄了 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剑保队的前辈高人 只有你也是信任 你这么说 分明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吗 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秦队 他不过是说了一些他的不同建议 今天所有的参赛选手 都有资格说出自己的结论 秦队 你可以接着说 但是你要想好好说 没问题 这尊佛像 造型精美 无论是技巧 还是雕刻 不是一种衣服 只可惜 他是件假货 那一件实实在在的假货 你说这是一件假货 老夫看你的眼睛瞎了吧 一派胡言 秦队你说了 你好好看 这怎么可能是假货 他们说的没错 确实是一件老 你看看 你看看 但不是真货 这是 明代仿造战国的一尊师傅 虽然他一切都很完美 但他始终是假的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你用什么证据 你把盒子打开 我现在就给你证明 凭什么 啊 这 这可是 价值连同的国宝 放在国际上 能卖十个亿的美金 你要是跟我摸坏了怎么办 摸坏了我照价赔偿 只要让我感受一下 只知道这尊师傅的前世今生 打开吧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东西是从博物馆借来的 我爱你损坏了 损失不可补量 你到底在怕什么 有咱们几个老家伙在这儿 还怕担不了责任吗 这个东西如果是假的 那就是震惊整个古董界的爆炸心 而且我也想知道 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看就看 不过只有三十秒 打开 三十秒就够了 这三十秒承载了他的医生 就让我好好感受一下 造型是宫廷派佛校 无论是技巧还是工艺 都是一等一的 唯有头顶 表面粗糙 实相的打磨方式不对 这是一尊战国师傅 案里 应该采用从山中采集的细砂 慢慢打磨 可后人作家为了省事 采用了质地坚硬的铁砂打磨 这才留下无可磨灭的证据 如果不稀开 被误以为是风化文 你一块胡言 还真是这样 你们也过来看看吧 伯伯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也是这样任务 这就是一般的风化文 对于秦队所说的什么打磨 完全无极致的 这是在说什么 你们这是 真正要说瞎话 老爷 这次是你看走眼了 秦分无说八道 毫无实施根据 我看 比赛可以结束了 我宣布 本次特级健保大赛 获得冠军的是 增得钱 来人 颁奖 有黑幕 就是有黑幕 我终于是特级健保大师了 从此之后 我增加在东海再无对手 秦分 你的命是我的了 这明明就是假的 谁能 啊 老夫能证明 陆大师 您怎么来了 不是身体不好吗 老夫要是再不来 恐怕这公平公正的健保大师 马赛 都让你们搞瘦了 我们也只是公平叛递而行 罗大师虽然是大师 但是 也不能因为秦分是你可以厌的 所以就保护他 公主 不见得吧 又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情愁 先不说别的 先不说别的 就说这尊师佛 这师佛 确实是账 那被调包 大家眼前所见到的是 报告的 调包 谁敢 又是他 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调包 你有什么证据 有什么证据 我刚刚来的时候就在找你们犯罪的证据 你收买这些人 除了论冠军之外 就是暗地的转移国宝 你有年知道 我刚转移你的手下 他们把一切都说了 你就认罪吧 这把判斗 我就知道没人靠得你 曾德贤 涉嫌偷窃国宝 还不认罪 想让老子认罪 痴心妄想 我和你拼了 我好有枪 带走 送到警察局 还有几些所谓的大事 收黑钱转移国宝 你一定送过去 请问你没事吧 你果然没让老夫失望 从今天起 你就是 特急健保大师 太好了